2017年吧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六月份的时候 在金曲榜的线上的节目开播了 那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 每个周末都会跟大家来接榜 然后来盘点 我觉得他很像是一个 我看着他长大的孩子 今年已经是到了第四届了 其中的每一届呢 都有轻轻跟他并肩作战的身影 那今年的最爱金曲榜呢 我觉得可以用文艺这个词来总结 今年呢我们要准备 向滚石40年 做一个特别致敬的环节 而且这个致敬的环节特别有意思 是我们的主持人 和我们这一次K歌争霸赛 精心挑选的五位获奖者 连妹为大家带来这个演出 戴军老师和王维倩老师 两个人呢 准备了一场非常非常棒的音乐脱口秀 用一种非常诙谐幽默的方式 来讲述 关于音乐的历史 关于上海的历史 非常令人期待 我觉得今年最大的看点就是姐姐们 其中包含了很多我们上海的歌手 包括像黄铃啊 金沙呀 当然还有大家熟悉的姐姐 袁永林 还有叮当 我个人最会期待的一个亮点呢 就是我们的徐薇老师 蓝莲花呀 旅途啊 等等 你听到那第一个音符响的时候 你就会很纯粹地打开自己记忆的闸门 回到那些无忧无虑的岁月和时光当中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张铭 我是主持人姚永青 我是主持人天一 主持人卢卡斯 看最爱金翅膀 约盛典直播 9月19号 都在Best TV APP 就放下一个打赏 5月1日 G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